第十五章 捕获 古臣又抽了一口烟继续说道 那晚以后呢 这里一样就从人间蒸发了 他躲了起来 不和任何人联系 独自为复仇做着准备 两个多月以后他行动了 他很了解康领和郑默 所以要找下手的机会并不难 于是就在这条山路上 就是这样一个晚上 他在那辆红色的法拉利里 把昏迷的两个人折磨得不成人形了 最后只要松掉手刹车 车和人就一起葬身谷底了 罗伊问道 哎妈就这些啊 那么那老娘们资金还没活在世上吗 古臣摇了摇头 当然不止这些了 接下来才是精彩的部分呢 李怡确实死了 只不过他的死法 和我猜测的有些出入 我本来以为一个女人在经历了那么多以后 十有八九会发疯的 从康领和郑默的死相来看 李怡在杀人的时候 可能已经有些精神不正常了 因此他很可能在事后自杀 但后来我立刻否定了自己 人的精神承受力是不能用正常的常理来计算的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 人心难测 海水难凉 在另一个假设的前提下 我做出了一个新的推断 那就是李怡比我想象中的要厉害得多 我一直把它摆在受害者的位置上 根本就错了 其实一直以来 给我们看死亡片段重现的 并不是李怡 反而是康领和郑默 他们才是希望别人查明十年前事情的人 拖把头在旁边 旁边听得莫名其妙 他插嘴道 不是吧 哪有人犯了案子 还拼命想办法被别人给查出来的 很简单 因为他们已经不是人了 鬼为什么要在乎生前犯的罪被人知道呢 难道鬼还怕警察抓去坐牢吗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 就是寻求帮助 因为李怡至今还在折磨康领和郑默的灵魂 沙巴沙龙巴斯说道 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觉得好像有些冷啊 似乎就在几秒前 众人口中呼出的气忽然变成了白雾状 一股寒意从每个人的身后袭来 约翰和罗伊很有默契 他们三步并两步走到了车旁边 打开了后备箱 这掀开了一块遮挡用的铁板 下边竟然是个小型军火库 当然是对付鬼用的那种武器 古尘也跑过去挑了下来 约翰有鄙视的眼神看了他一眼 你不是说我们那套行不通吗 不过古尘这人心黑脸厚 完全无视对方的鄙视 总比没有好吗 在场的另外三个人说的好听 那都是围观群众 说的难听那就是三个累赘 他们面面相斥 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古尘他们三人举着散弹枪 看着上山的公路 他们的枪里此刻装的都是石弹 各自的口袋里还放了不少的盐弹 约翰和罗伊的枪法都很出色 如果现在那辆法拉利跑车呢 从山下冲下来 肯定会被几枪打爆油箱和轮胎 但谁都没有注意到 池塘的水面上渐渐浮起了涟漪 一团黑氧从水下渐渐的浮了上来 正是一直为见骑行的那个鬼 李怡凭空站在了水面上 他的脚边扶着两具男尸 一个穿肠吐烂 一个喉咙破裂 即使这两张脸都被硫酸烫的不行人事 不像人形 但依旧能从这两张脸上读到两个字 痛苦 脱把头离池塘最近 他似乎听到了水声 回头那么一看 头皮都炸了起来 他吓得狂吼出声 众人的目光被他吸引了过去 看了看池塘上的异状 正在古尘他们拿着枪赶过来的时候 那两具男尸突然抱起扑过来 他们竟然在水面上爬行着 很快就栖身逼近了脱把头 那脱把头吓得愣在了当场 眼睁睁的看着双脚被拉住往水里面拖呀 洛斯站的地方距离脱把头最近 他的反应倒是不慢 立刻冲了过去抓住脱把头的胳膊 想把他拽出来 但是显然鬼的力量更大一些 那洛斯也渐渐被拖下了水 沙龙巴斯也撞起了胆子 从后边抱住了洛斯的腰 嘴里大喊道 别担心 我的朋友沙龙巴斯来了 这胖的一出马一个顶俩呀 还真把局面给稳住了 古尘三人这时冲到了旁边 换上了颜袋 对着那几个鬼点射了起来 这老外的除灵方法倒也挺管用 散弹枪打出的炎弹射中鬼的身体 瞬间能将其整个形体打散 虽然仅仅几秒以后 这鬼的身体又会出现 但由于不能使用灵石的古尘来说 约定 约翰和罗伊这种猎手套路 正是目前最实用的 古尘边开枪 边对水面上的礼仪说道 女人 若是我没有猜错 你一定用了某种邪术 好让你死后 也可以折磨这两个人的灵魂吧 李仪的嘴角呢 渐渐浮起了一丝冷笑 她的声音就像一个老妇人一般沙哑 邪术 我不过是把一只寄生畜生做了血迹罢了 古尘冷哼一声 这么说来 那个邪术是把你自己的孩子给血迹掉了 李仪歇斯帝里的吼叫了起来 那是只畜生 那不是我的孩子 不是 康领和郑末的鬼魂突然痛苦的嘶吼了起来 嘴里伸出了恐怖的疗痒 腐烂的皮肤下 竟然生长出无处的骨壮的道刺 手上的力道更是大增 拖把头的腰部以下已经没入水中了 他回头对着洛斯喊道 放手吧 你也会搬拉下水的 洛斯拼命夹着他两条胳膊 嘴里艰难的挤出一句 洛斯 福哥不会放弃 哪怕一丝希望 我是无谓的福哥 约翰和罗伊骂了几声粗口 扔下枪就跑去帮忙 古尘皱着眉毛 他此刻有些享用灵能力了 不然拖把头很快就要丧命于此了 但转机很快就出现了 一段经文突然自黑暗中传来 众人感到肩上的压迫感突然这么一清 这是鬼境消失的征兆 李仪脸色巨变 刚想顿入水中 却见一道金光闪过 将他和那个郑凯 将他和康领和郑末的鬼魂一起卷了进去 伴随着一声女鬼凄厉的叫声 周周围的一切全部恢复了正常 年轻人 这帮看来应当是我赢了吧 于安手里拿着一个金色的小铃铛 脸上还是微笑着 李平和兰德站在他的旁边 兰德显得极为激动 眼睛死死盯着于安手上的铃铛 众人把拖把头从水里拉了上来 洛斯和沙龙巴斯在危机关头都爆发出了远超想象力的力量 现在一松懈都觉得快脱力了 古尘喘了口气点上烟 你那铃铛是怎么回事啊 于安笑道 法宝 没有灵石也可以用的法宝 古尘回头看下了吕平 喂 他这样算不算作弊啊 吕平一副不可否认的神情回道 阿子于尘便没有用灵石刷到了鬼 而且在推理方面也已经完成了 没什么问题啊 古尘用仰头45度的傲视眼神 看着于安冷笑道 完成了推理 你确定吗 于安笑得更加猥琐 你昨晚利用吕平来误导我的计划 被我识破了 所以令我重新核实了一番自己的推理 唯有一个变数的地方就是李仪了 因此新的推理就是 李仪才是主宰另两个鬼魂的元凶 康领和郑默在死后反而成了受害者 古尘非常不爽 心里连骂了几声老狐狸 没想自己的计划反而被利用了 事到如今他也无话可说 兰德终于啊 耐不住寂寞插嘴道 各位 关于这件事情的细节可以以后慢慢的讨论 我们这就上山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第十六章 真正的实力 当兰德拿着铃铛宣布鬼被抓获的消息时 东明旅馆的顶部都被那群人给掀了 他们兴奋一意言表啊 好像自己已经名流轻使了 当即就坐不住了 恨不得立刻就开个记者招待会什么呢 兰德又发挥了自己演说家的才能 说了许多场面话将大伙忽悠了一回 他开了几瓶好酒 让旅馆的厨房准备了宴会 旅馆里的其他客人 包括经理和工作人员都受到了邀请 人人都称赞这个慷慨的法国佬 只有一个人例外 古尘躺在房间的床上 看着天花板发呆 他甚至没有抽烟的心情 于安江完全的推理告诉了他 李仪在杀死康领和郑末时 发现已经怀孕了 他在杀人时 杀人七个月后生下了这个孩子 然后用了一个叫 因果驱魂的恶毒咒法 继续去折磨康领和郑末的鬼魂 他为了使这一系列无休止的复仇 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性命 真是罪毒妇人心 这仇恨竟然能让人疯狂到这个地步 古尘自言自语道 其实他这次除了输在过于自信以外 就是知识掌握上差了太多 于安身为十殿阎王 对那些道术 古术 邪术 法宝等等的了解远超于他了 听上去 这个不用灵能力的对决很公平 其实古尘要赢几乎是不可能的 古尘看了看墙上的冲 已经食尽午夜了 他的原则是有便宜就得占 心情不佳呢就更得多吃他几顿饭 反正不吃白不吃 所以他还是跑到了餐厅去 结果他推开大门一看 愣在当场 只见人倒了一地 全都陷入了深度昏迷之中 连于安额吕平也倒在了地上 古尘试着将他们弄醒 却毫无办法 无论是用水泼 还是扇耳光都没用 不会吧 普鲁卡因和乙醇全都用上了 这帮家伙难道都没闻出味儿呢 古尘在心里大大比试的这群 见了好酒好菜 就放松警惕的家伙 完全忽视的自己 就是个蹭吃王的事实 他看了两圈 发现兰德 拖把头 沙龙巴斯 洛斯 约翰和罗伊都不见了 古尘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似乎从头到尾 他都把这个所谓的灵异爱好者 俱乐部给想简单了 从现在的情形看来 可能下药的 就是这几个人的其中一个了 而嫌疑最大的 无疑就是兰德了 古尘闭目凝神 用灵石捕捉着失踪几人的位置 他很快便发现 这六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 就在这山顶的某个地方 时间回到了现在 此时此刻 兰德单手将古尘提在了空中 他的牙尖牙朝着其脖子咬了过去 古尘即将成为兰德 获得吸血鬼力量以后的第一个牺牲品 扑的一声 这是皮肉被刺破的声 但破的却不是古尘的脖子 而是兰德的胸膛 兰德奋力把古尘甩了出去 捂住自己的胸口血洞 怎么怎么会这样 你你究竟是什么人 古尘摔在地上 虽然他两条腿断了 但似乎还想一战 他手中的手术刀闪着红光 刀上还沾染着兰德的心血 愚蠢之机 兰德胸口的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原了 他举起一只手对着古尘的方向喊道 血腥之意 只见兰德手中飞出许多如黑影一般的蝙蝠 每一只獠牙上好像都沾着鲜血 这些蝙蝠成一条直线 向兰德洗 向古尘洗了过去 速度极快 古尘已经无法闪躲了 只能挥舞着手术刀进行格挡 这蝙蝠被刀锋划到时 就瞬间化为气态消散 但古尘手上 速度始终追不上这源源不断的蝙蝠 最终他的一条胳膊上爬满了这一种蝙蝠 他们啃咬着他的手臂 很快 古尘的左手已经和右腿一样失去了知觉 左手上的手术刀消失了 除了失去大量的鲜血外 骨头也尽被咬碎了 哼 即使你有些手段 在我面前也没有意义 兰德这次十分的谨慎 他决定再用一次血腥之意 将古尘的另一条胳膊也弄残在吸血 正当他要故意重施的时候 古尘居然笑了 他的声音充满了邪气 让人不寒而栗 兰德的动作也为之一顿 有些手段 有意思 你想看看吗 我真正的手段 古尘的声音听上去充满着疯狂的意味 凌乱的头发中 他那双总是轻松的睡眼 此刻闪耀着狂热的光芒 虚掌声势也没用 血腥之意 兰德的攻击再次袭了过来 但古尘却突然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 你那种也能叫攻击吗 让我教教你 怎么才能置人于死地 古尘不知何时来到了兰德的背后 他居然站了起来 左手中又重新塑造起闪着鸿芒的手术刀 兰德的反应不慢 他在声音出现的瞬间已经转身了 可当他想要用手去阻挡对方时 发现自己的双手已经不见了 两条胳膊落在了地上 兰德的肘部一下是空无一物 他甚至可以看到那些血管和骨头的横切面 虽然兰德的心脏已经不跳了 血液已经变冷了 但他依旧在此刻感到了彻头心非的寒意和恐惧 古尘的刀已经架在他的脖子上 这短短的瞬间好像发生了无数的事 当兰德先生看到这种惊人的速度时 很想和大多数反派一样 先惊叫一声那你 不过他并没有机会喊出来 因为古尘把他的头也砍了下来 想象中人头落地的情景并没有出现 兰德的人头离开身体的刹那 他的全身和肢力破碎 化为无数的篇幅飞散开来 那人头也是一样 这些篇幅飞到了古尘几米远的地方 重新凝聚起来 又化为了人形 兰德的手臂也恢复了原状 兰德喘息的说道 看来大意不得 差一点就被你偷袭得手了 你这种保密的招数倒是很有用 那也好 我还有句话要跟你说呢 古尘又点上了一支烟 兰德并没有想听他讲的意思 他俯身向前 顺势化为一团黑雾朝古尘扑来 野魔尸魂 古尘动了 虽然兰德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 他在黑雾即将碰触到自己的身体时 一刹那间仿佛消失了一样 然后出现在了黑雾的后边 怎么样 这一阶是为了一个有梦想的人 古尘的手中竟然攥着一个正在抽动着肺脏 正当兰德的身形重新出现 而面露痛苦之色时 古尘将这个内脏一把给掐碎了 宅男也是有理想的 我要成为东明下坡最快的飘移高手 加贼男 兰德怒吼了一声 举起了双手 同时使出了血腥之意 这次出现的蝙蝠更加重多了 如潮水般向古尘涌去 古尘又一次从兰德的视线中消失了 那些蝙蝠在一瞬间全部化散为挥舞 兰德只觉得胸中一泻 古尘已经拿着他的肝脏 站在了他的背后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么快 这不可能 你到底做了什么 这一集是为了一个勇敢的人 古尘说吧 就把兰德的肝脏扔到了地上 踩得稀巴烂 洛斯福格 不会放弃哪怕一丝希望 我是无谓的福格 兰德的双眼布满血丝 嘴里的疗牙突然变长了 手上的指甲也变得如利刃一般 他足下一点就朝古尘窜去 他的身影从空中掠过 竟好似有一对看不见的翅膀在帮着他一般 速度奇快 古尘面无表情的站在原地 兰德只觉得自己的眼前一阵模糊 在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摔在了地上 而古尘的一只手上拿着他两个肾脏 这一集为了一个善良的人 古尘的手法奇怪 兰德的肾脏瞬间被手术刀切成了碎片 别担心 我的朋友沙龙巴斯来了 兰德快要发疯了 他的脸奇异的扭曲起来 耳朵变得尖长 身上的皮肤慢慢转化成了黑色 随着一声痛苦的嚎叫 一对黑色的巨大肉翅 从兰德的背后破衣而出 好了 这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鬼喊抓鬼第十五章十六章的故事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休息五分钟 稍后继续播讲